一口气看完道光皇帝爱心觉罗明明的一生 1782年爱心觉罗明明出生于北京紫禁城 是嘉庆帝的遗长子 1791年十岁的明明 在跟随爷爷乾隆帝打猎时亲手射杀一头鹿 乾隆帝大喜对其十分喜爱 1796年乾隆善让于其父永远视为嘉庆帝 但朝政大权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 同年十五岁的明明大婚 曲满洲襄皇旗扭护陆氏 1799年太上皇乾隆帝驾崩 嘉庆帝开始亲政 同年嘉庆帝根据密剑皇储的家法 亲自写上明明的名字 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绝侠之内 1813年天理教起义爆发 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的接应下冲进皇宫 而守卫皇宫的清军 错过几房四处逃散 关键时刻明明带头迎敌 并亲手用鸟枪击毙两贼 最终在明明过人的胆破下 赢得了这场皇宫保卫战 嘉庆帝得之后 也不禁为儿子的英勇所折服 此后明明被受嘉庆帝弃重 1820年嘉庆帝驾崩 中年61岁在位25年 同年明明在太和殿登基 是位道光帝 1823年因直立连年水旱 灾情严重 道光帝准许贫民出关谋生 1826年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张格尔 在英国的支持下侵入新疆 煽动叛乱 并先后攻占喀什噶尔等城 道光帝随即派军进行评判 1828年张格尔兵败被擒解至北京处死 1834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碑抵达广州 要求与梁广总督会见磋商贸易事务 但遭到梁广总督的拒绝 律劳碑随即率军舰好击虎门 1838年禁烟名城黄绝兹 上书道光帝 陈述鸦片 危害之列应当严禁 同年道光帝命林泽许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 1839年3月林泽许抵达广州后 勒令外国烟犯交出所有鸦片 5月英水手杀害村民林为喜 林泽许强令英方代表义律交出凶犯 但义律拒不交凶 6月林泽许在虎门海滩 当众销毁200多万斤鸦片 9月英建在虎门挑衅 水师提督关天培率不迎击 12月道光帝下令停止与英人贸易 1840年5月英建队在广东海面集结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林泽许下令严密设防令英军无系可乘 7月英军攻战浙江定海作为前进据点 8月英军直抵天津 本来主战的道光帝 眼见英建破禁 设于兵威 竟将林泽许革职 并以齐善为梁广总督 1841年1月英军突然攻陷虎门炮台 齐善被迫让步 擅自与英方定定川笛草约 思许割让香港岛 道光帝闻讯后将齐善革职问罪 并决定对英宣战 派一山等人赴广东指挥作战 2月英军进犯广东虎门 虎门海战爆发 水师提督关天培 栗战训国 5月一山被迫派人与英方签订 屈辱的广州合约 从而激起了广州三元里人民奋起抗英 1842年5月英军为扩大侵略 攻陷长江 无松炮台 江南提督陈化成 栗战牺牲上海失陷 8月29日英建开道南京下官将面 绝望的道光帝被迫派齐英等人 与英军签订 清朝第一个屈辱条约南京条约 答应割地赔款 五口通伤 南京条约使中国步入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 中国从此由古代进入近代 道光帝也成为唯一一位跨古代和近代的皇帝 1843年 洪秀全创立拜上地教 并提出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 同年 钦差大臣齐英又与英方签署了古门条约 英方享有片面最惠国的代仪 其他列强不愿英国做大 纷纷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 1844年 齐英与美方代表签订不平等条约 中美望下条约 同年 齐英又与法国代表签订中法黄埔条约 1847年 齐英与瑞典挪威签订五口通商张成 1849年 葡萄牙澳门总督亚马勒 非法宣布澳门为自由港 平征关税 1850年 道光帝明宁 在内忧外患中去世 中年69岁 在位30年 同年 皇太子一主即位 视为咸丰帝